看米奇沃克斯怎么骂网友的 他在那个鞋鱼平台卖手机卖出了高价 有网友怼他 你不是不卖手机了吗 然后米奇沃克斯叫别人滚 看见没有 米奇沃克斯对网友滚 再来看看他卖的那个二手 美版iPhone X Max 也就是说iPhone XS Max 这个美版手机它那个后壳是换过的 也就是说他曾经自己说他那个 睡了然后换了那个后壳 你想吗 这个二手的iPhone XS Max 他那个手机啊 人家是全新的二手 也就六千块出头 你看手机 他的那个二手价 你看他卖出贴价 在鞋鱼平台 你一个坏过壳的手机啊 二手的你还卖出了 这基本上接近全新的价格了 而且他还真不要脸 他以前说我这个 苹果 美国版的那个苹果手机啊 不会在国内卖 也不会拿到那个鞋鱼平台卖 结果立马就打脸了吧 对不对 你说完的话 简直跟放屁一样吧 自己说的话 马上都一翻脸了 谁老才去接他的盘啊 就老他那个 自嗨吧 这个这个价格啊 你他妈的跟那个全新的有啥区别 背板那坏过了 他他的背板已经碎了 所以他这个 这个卖的是柴家宝啊 大家千万别去买 虽然5950买你的美版 真有病啊 还装的很一本正经的啊 我卖自己的产品 这是心理价 你 我不是来做生意的 你他把粉丝到脑财了 你卖的是柴家宝啊 好东西自己留着吧 网友都讽刺他 这终极坑货啊 别坑别人了 全新才六千多啊 你这个背壳都碎过了 对吧 都换过新的了 你这 你这比一般的二手都不如了 对不对 人家二手全新啊 未开封的 也就这家 说实在 他的手机 其实也就四五千的样子 而且人家还是无修无猜的 真真真他妈的不要脸 在微博上 他刚说完 我这那个苹果手机啊 不会在国内卖的 会拿到那美国的奥特网 网在卖 结果呢 刚说完 他立马就在协议平台挂出来了 你说人这个脸皮有多厚啊 真把自己当明星了 这价格确实牛逼 买不起还叫别人滚 对不对 这能 你压的都开箱 撤平 然后 赚为 那个广告费 然后他那就来卖 卖的信仰吗 卖的穿家宝 那你自己就留着吧 再来看看他那个另外 买那个MacBook Pro 15x 2019高配版 售价是两万三 网友都说他这个价格有点高了 全新的活动价差不多两万 你说旧的两万三 谁要啊 啊 这个接下来人家不买十六 不买十六串啊 买你的十五串 看米其达对网友的 哥这卖柴家宝的 买不起走人 啊 比全新的苹果笔记本都贵 再来看看他卖的另一块手机 Vivo Next 双平板 还冷痛出售啊 啊 你压的 三切三 人家那个天猫啊 全新的 也就这个价 天猫全新的 就三切三 百九十八 傻逼啊 你协谐平台还真把网友粉饰啊 当傻逼啊 对啊 你的东西运过东西还真香啊 网红的 拆家宝 冷痛割爱 留着自己用好了 对不对 别冷痛了 拆家宝呢 大家舍得慢了 水